老伯在河边钓鱼,一个小孩走过去看他钓鱼,老伯技巧纯熟,没过多久就钓了一篓子鱼,老伯技巧很可爱,要把整篓鱼送给他,小孩摇摇头,老伯惊讶地问道,你为何不要? 小孩回答,我想要你手中的鱼竿,老伯问道,你有鱼竿做什么?小孩说,这篓鱼没多久就吃完了,要是我有鱼竿,我就可以自己钓鱼了,我想大部分人一定会说,多聪明的孩子啊,错了,他如果只有鱼竿,那他一条鱼都吃不到,因为他不懂钓鱼的技巧,光有鱼竿是没用的, 因为钓鱼重要的不在鱼竿,而是在钓鱼的技巧,有太多人认为最早拥有了人生道路上的鱼竿,但也无据于路上的风雨,如此难免会跌倒于冥冻地上,就如小孩看老人,以为只要有鱼竿,就有吃不完的鱼